讲功来说菜 好的 今天说这道菜收录在 王明勇健康好主义 80道安心美食健康组里面 王明勇老师 我都叫王明勇大哥 因为我们常常上节目会碰到 我每次看到现场做料理 都觉得很简单 然后都很特别 就是说特别的健康 他很重视养生 所以他用的食材 还有他教大家一些方法 包括有时候会教大家 怎么做自制的美乃滋 会更健康一点 那今天我讲的这个菜 就收录在他这本书里面 这个是食书地瓜千煎饼 我想地瓜千煎饼 大家都应该不陌生了 那加入食书 然后还有樱花虾要怎么做呢 这边用到就是一颗蛋 然后中筋面粉 然后他的樱花虾 现在其实樱花虾很好买 在不管大卖场 超市都会 一袋樱花香 这边用到两大匙 那有一大匙呢 他是先把它炒香了 炒香了以后呢 用这个果汁机或食物调理器 先把它磨成粉 那这样子的樱花虾粉 待会会加到你的中筋面粉里面去 做你的面糊 所以会特别香 然后这边还用到香油 然后还有地瓜 一定要因为地瓜千 然后再加点豆芽菜 还有红萝卜 然后香菜末跟葱花 都可以加一点 或者两个选一个就好了 那其实做起来很简单的 重点是我觉得 他这个樱花虾有一半的 先把它炒香了 然后再把它磨成粉 这一点很厉害好不好 那这边先教大家 先把地瓜红萝卜 全部都把它切丝 那这里切丝呢 我觉得你在地瓜方面呢 可能就切 就是在地瓜方面 不要用刹签的 如果你刹签的话 它那个口感会差一点点 因为刹签出来的 那个地瓜签是比较薄的 那你切丝的话 它口感会比较明显一点 这边那你红萝卜 还比较容易 我觉得刹签还比较好一点 因为红萝卜有时候吃起来会太脆一点 所以这两个就就把它切丝就对了 或者把它刹签 那香菜跟芹菜就把它切末 然后不喜欢吃香菜的人 就用葱花就好了 然后在这里的做这个面糊 面糊就是你先把那一颗鸡蛋把它打散 然后加入中筋面粉一大匙 然后再加那个樱花虾粉 我刚才讲过 樱花虾先把它炒香 然后再把它打成粉 然后炒过以后它特别香 打进去以后呢 就蛋汁面粉 然后还有这个樱花虾粉 全部都调匀了以后呢 再加点香油 这里香油只要用到一小匙就好了 如果说比较干的话 你觉得这个面糊太干了 你可以再加点水 自己稍微调一下 因为待会你还要放进那个地瓜签 在这里面 然后这时候这个面糊调好了以后 就把剩下来另外一大匙的樱花虾倒进去 然后地瓜丝放进去 红萝卜丝放进去 然后再豆芽菜放进去 然后葱花或者香菜末放进去 然后混合拌匀 到所有的食材都沾到一点面糊 这个最重要 每个食材都要沾到一点面糊 这样待会煎起来它就粘在一起 然后锅子热锅了以后呢 先把锅子热了 不要说锅子冷的就放油去热 就是说锅子要热 然后再放点香油 香油还没热的时候 就可以把面糊放进去 然后稍微把它煎成一个形状 比如你想要吃它煎饼的是什么 可能是铺平的 那基本上都是把它铺平了 然后你把它盛盘 你可以把它把它缝起来 就是把它折成一个半月形也可以 那煎的时候把它铺平 这样它才会煎的均匀 然后煎到两面都恰恰 然后或者是你拿筷子 如果说你煎比较厚的话 你拿筷子插到中间去 然后感觉里面已经拔出来的时候 已经没有那个面糊了 就已经熟透了 那基本上把它煎到两面都会带胶涩 这样子 然后你可以闻到很香的 因为有蛋嘛 有面粉嘛 有樱花虾粉 有樱花虾在里面 还有芹菜 葱花或者香菜 这都会有很浓郁的香气跑出来 所以你在吃这个食蔬地瓜千煎饼的时候 你会有很大的满足感 在制作的时候也会有 这个非常棒的那个香气 所以这道菜我非常推荐大家 尤其在那个天气比较冷的时候 大家自己做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疗愈的一道料理 好不好 食蔬地瓜千煎饼 谢谢我们的王敏勇大哥 好的 接下来要带大家去 没想到去屏东玩 这本书叫做平时三餐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 但是如果你的家乡不在屏东 或者你出去玩 去南部玩 去中部玩 可能屏东不会是你的首选 就像我跟蒋富仁这次去南部 去高雄 去墾丁 就好像错过屏东了 那等到我今天看到这本书 平时三餐 我打开一看的时候 我发现 难道这是屏东吗 那我应该去一趟的 没想到屏东美食很多 然后他能玩的地方也很美 但是我以前都没有把它考虑进去 我觉得我真的错过了 今天来好好的介绍一下屏东 来介绍这本书 作者是屏东人 凯南 哈喽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今天从屏东上来的 昨天 昨天 先准备一下 对 你是在屏东土生土长 对 屏东土生土长 然后你怎么想要 就是你出这本书 是因为你真的很想要跟大家推荐一下 大家很少就是跟我一样 可能会错过屏东 对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在台南读书 四年 然后硕士班两年 所以我其实在大学以前对屏东没有很熟 但是求学之后又离开屏东 对 然后因为接触部落格 开始写美食的东西 那我又再回来屏东 那来介绍一下屏东好吃的 嗯 那你有没有发现我刚讲的是实话 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对屏东 没有那么大的就是感觉 对 尤其是屏东市 可能屏东你一直想得到 大概就是恒春墾丁 对 屏东市这个不是大家会旅游的一个热点 可是我看你这本书虽然不是很厚 但充满了照片 而且有让我想象不到的丰富 这是真的吗 屏东有这么丰富的地方 对 一家一家这样子吃 这五年来 我毕业回来之后 开始在屏东市这样 一百家甚至超过 但是书有书的限制 所以我没有办法全部都放进来 是 对 还有一些东西没有让大家看到 这么厉害 准备出第二本就对了 目前还没有 目前先以这本为主 对 先让大家看到 走走屏东 国境最难的台湾滋味 所以讲到台湾滋味 我觉得这本书好像主轴在于美食 对 吃是 吃大概占80% 然后旅游景点20% 对 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出去玩 我觉得我自己是这样 如果这个地方没有好吃的东西 它就不会在我的名单里面 我觉得吃可以吸引一个人来到这个城市 就算你要去打卡 那个打卡最好也有好吃的地方 周边有一些好吃 对啊 不然就太可惜了 对 没有办法这个口语 没有办法满足的话 就觉得这个地方不是那么好玩 差那么一点 对 所以你这本书的这个书名就点出了重点了 平时三餐 对 对 早餐 午餐 晚餐 在屏东都可以得到满足 甚至连宵夜 下午茶 我都把它放进来 真的吗 我觉得好像屏东晚上会没事 屏东其实晚上的乐趣很少 但是其实还是有 只是没有人真的把它分享到那么完整 屏东有很有名的夜市吗 有有 就屏东夜市 比如说蒋春天 屏东夜市 对 它离火车站很近 就是民族路夜市 对 它很像屏东人的厨房 基本上我们不知道吃什么 那大家就说 那去屏东夜市吃 这样 真的还假的 对 很多很多小吃都是从那边发迹的 我跟你讲 待会回来 我们就先去夜市好了 因为其实去个地方 人家常说 夜市如果很繁荣 很热闹的话 代表这个地方其实是蛮不错的 对 那我们待会就先去逛逛 屏东的民族路夜市 了解一下这边的传统美食 一级战区 屏东是好吃的 马上回来 FM03中广流行网 讲工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带大家去屏东 平时三餐 作者是凯南 凯南英文怎么念 这是直接翻过来 对 我就直接把我英文名字翻成中文 你现在住屏东吗 住屏东 你今天坐火车来 昨天坐火车来 花多少时间 三个多小时 三个多小时到台北 到北部 所以去屏东玩 真的他一定要有美食 要很大的吸引力 但是打开这本书 我觉得他有 我希望可以 我希望可以 这个照片照的 都是你自己拍的 对自己拍 你怎么没有变胖 你很瘦 可能就体质关系 我讨厌你这种人 吃不胖 真的是就一直在吃 因为你说过这本书 平时三餐 其实80%都是美食 20%是一些景点 打卡地方 对 那你觉得大家应该 怎么去用这本书 我还是希望大家先以吃 来认识屏东市 因为这个 这个才是屏东市 其实有很多特色 好色都在这里 对 然后景点 其实景点屏东市区 它也有一些隐藏版的景点 对 但是我都把它整理起来 然后我就没有透露太多 我让大家自己来翻翻书 看一下好玩的地方 而且这本书做的不错 就是说它以一个旅游书来讲 它要轻薄轻薄 然后内容要丰富 然后又要彩色的 带走方便一点 刚刚讲到那个夜市 因为我没有去过屏东的夜市 这个夜市就是民族路夜市 也是屏东市最大的一个夜市 对 是唯一的夜市 不是不是 它也有夜市 它也有其他的夜市 可是这个是大家主要会去吃东西的地方 手推的 对 它娱乐性比较少 它不像一般台南的夜市那种 很多娱乐性质 它是以吃为主 对 就是来这边吃东西这样 好 那最近的台湾就是常常说 这台湾的夜市院很多 所以就变成说 有时候大家觉得夜市 好像每个夜市都没有很强烈的特色美食 好像大家都长差不多 这边吃的到那边也吃的到 这边吃的到那边 这就有 大家有点疲乏有时候 那你觉得屏东的这个民族夜市 它最最有特色的 比如说最不太一样的会是什么美食 我介绍的 其实每一家都有它的特色 哇是这么强 我真的觉得都蛮好吃的 对它的酱料 然后它的历史 它的食材都不都不太一样 那你先手推一个好了吧 手推一个 那我就以切料为主 好的 有一些切料 我觉得大家 欧白菜那种东西 大家可能会很喜欢 对 因为它是平易近人的 对 而且欧白菜 又吃的多 总不会说你叫一个 就像定食 就是就大家只吃那个而已 是欧白菜是你切一堆 可以到处吃就很棒 那这一家的欧白菜叫什么名字 阿狗 阿狗切菜单 听起来就很平易近人 对 其实七十几年的老店 七十几年 这个是我在大学以前 我还在屏东的时候 其实就都会跟家人来吃的一间店 我常听人家说三十年老店 我就觉得很厉害了 四十年的老店 我就觉得要拍照了 七十年的 其实这个夜市里面 黑白菜的老店很多 这间就是其中一间 我很难想象 七十年前黑白菜长什么样子 不过七十年后一定更丰富了 我这时候吃到就是这个样子 没什么变 没什么变 它照片就是一个车里面 什么都有的感觉 对自己家 它是自己家 然后它这些都是什么样的东西 你可以推荐一下 一些内脏类的东西 我是觉得这边其实都可以点 它的食材在 以品种来说它算很丰富 我看这边有 像粉肠大肠烫青菜 各式切料都有 还有肉圆 对米粉 你可以找个三五好友一起来 大家点一桌 大家一起吃 除了切料以外 还有这种可以单点的 就是像米粉肉圆这些东西 有 那而且你的这个推荐的方法是 你会写出来说 你最推荐什么东西 其实这一摊你好都推荐 它的东西其实还有很多 但是我常吃的 我把它介绍出来 大家第一次来屏东的话 想怎么点 可以先参考 用来参考 这个米粉 你拍了一张照片 是我看了以后 就是对我印象中米粉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在北部啊 或是其他地方吃到米粉 包括新竹米粉 就是说肉灶会有一点点 然后一些韭菜 这样子 然后就米粉 看起来是会比较干 但你这个 它的肉灶啊 就好像卤肉饭的肉灶一样 不干 这么多 而且很很湿的感觉 对 甚至于那个米粉的颜色 都被这个卤肉 就整个都沾满了这样子 然后搅一搅 它其实还没有完全 你还是要把那个米粉 跟它的肉灶再搅拌一下 对它有点像说 你放了一碗米粉 但是把卤肉饭 卤肉把它盖到上面去了 对对对 那么多 这个很特别 我没有吃过这样这样子 所以它这个卤肉一定要很好吃 很好吃 它敢放那么多 就是大家很喜欢吃 而且不会到非常的油腻 我觉得这是他们厉害的地方 很特别的米粉 那这家店有没有什么看 它有不定收 它是九点到早上就开了 对 其实屏东夜市它称为夜市 但是其实早到晚 甚至到半夜都还有吃的东西 这家早上 这家早上就开到晚上11点 所以它其实就是我们屏东人的厨房 你早餐也可以来这边吃 蛮特别蛮特别的 好像这种黑白鲜 你有介绍另外一家 所以说看起来屏东也还蛮多这种 蛮不错的 还有我自己本身看的话 因为我老婆很喜欢吃香菇肉根 你这边介绍一家王朝 然后我老婆更爱吃的是土托鱼根 然后这边有个屏东夜市 土托鱼也看起来很棒 可是我发现好像屏东的夜市里面 你至少举例有些肉园就有两三家 肉园在这个夜市来讲 算是竞争蛮激烈 屏东的肉园它是以清蒸为特色 对但是屏东夜市 它里面也有好吃的肉园 也有炸的也有清蒸的 我会推荐第一次来 应该是会先以清蒸为主 清蒸来吃 好那另外一个 我要一定要跟大家聊的是 这一页我一翻开 我就不会翻到别页去 就是王室卤米血夜市鸡肉饭创始店这一家 因为只要有猪血糕的地方我都很想吃 那上一次呢我们去了 呃我跟蒋夫人去了有一家 我是去哪边的夜市竟然一摊 我们去台南 台南的夜市竟然一摊猪血糕都没有 都完全退出它的战区了 完全都没有 一摊都没有 不知道为什么 那这边呢我看到 你这个也不算是米血糕 这不算是猪血糕了 因为它是米血切盘 对 然后上面是撒一些花生粉 它不是说插在那个木 木枝上面 它是直接放一盘 对就点一分 对这看起来不太一样 这个它是有哪里不同啊 这个 它其实这边的特色就是以它的干米血 干米血为主 嗯 然后你可以搭配鸡肉饭跟它的当归 当归鸭汤 当归鸭汤 对这样子吃 对啊这个米血基本上我们来这边一定会点 已经是习惯了 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很常来吃我们就是来 来到这边就是拿米血点一盘 大家一起吃 可能是你这个米血和人家不太一样 上面写说用了十种 中药材去熬煮的米血 它的卤汁 真的还假的 那么厉害的样子 而且这个米血 我最喜欢看那个米血切的形状是不规则型的 然后是甜的 对 然后这种感觉就特别 它是沾酱油糕吗 对 它的淋浆 我们基本上就是酱油 它是淋浆油糕 然后撒一点花生粉 对 稍微调制 它这个花生粉不是像我们吃猪血糕 多到说整个覆盖在上面 没有没有 一点点缀 它是稍微点缀 有点像撒香菜一样 撒了一点上去 然后反而是没有香菜的上面 这一家卤米血会是一个口味很特殊的 可以 我觉得第一次来 来到夜市 可以来吃看看 这一家 这家一定要去吃吃看 另外你觉得这个夜市还有什么 因为后面还好多 还有上 有上好肉粑 肉燥饭 还有苏季路边 这个是什么 苏季路边摊 这次是什么 手工棋鱼碗 和肉羹 对 后面还有一些快餐类的 然后你觉得这个夜市 对你说以吃的为主 对有一家我可以可以推荐给大家 因为但是但是这个一定要如果你很晚睡才有机会看得到 还有这种 对 它叫原肉燥饭 它就是在那个 就是在那个第一第一摊转角的转角的第一摊 是 对它但是它是半夜12点多 它才会开始挂上它的招牌 在这之前那一摊就是土拓鱼羹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可能土拓鱼羹吃完就没 但是其实半夜的时候换成这一家继续卖 可是这是肉燥饭吗 看起来很像肉松饭 这是肉燥饭 好特别哦 它的肉松好像比肉燥还多 就是很满 盖满 所以它下面是有肉燥 上面在撒肉松 对 所以吃起来那个肉燥的那个湿跟它的那个酱汁会跟肉松结合在一起 对有点像我们在吃那种米糕有没有它也会撒肉肉松 然后肉燥一起掉 对但是它的饭没有那么碾 对然后这个其实在半夜 我们屏东人还有一些人很晚睡都会去吃 因为它是学生学生 而且它这个肉燥很不一样 它是块状的肥肉燥丁带一些皮 因为你看那个照片就可以看出来很不一样 甚至有点像控肉切成丁状 就是那种三层控肉切成丁状 比如说我们吃挂包里面那种 切成丁状就变成它的肉燥饭 对然后上面在撒肉松这样子 然后这个不会说非常的油腻 这家不会说非常的油腻 好再配一点白菜卤啊皮蛋等配菜 四神汤这样子一餐就一个宵夜 平等少数的宵夜啦 我觉得这间我可以 你说这几点才会有 凌晨一点才会有 它大概是12点多 我当面去问 它说12点多会挂上招牌 但是还在准备 所以大概一点开卖 但是你应该看得到有人会在那边等待 哎呦没想到 就在第一摊 土豆鱼根那一摊 通常有些夜市一点多都收一收了 他这一点多还隐藏版可以吃 太厉害了 这样听起来已经是我发现 我不认识屏东了 已经是多认识了多一点 有关屏东的这个夜市 让我觉得很吸引人 这很厉害 待会来呢 除了夜市以外 屏东还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待会告诉你 FM03中广流行王蒋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厨房里面呢 有凯南带我们去屏东来玩一玩 平时三餐 刚刚我们去了屏东的夜市 让人惊艳 有一些东西我真的觉得很有特色 因为有些夜市 像我去这间去高雄啦 去墾丁 或者是去之前去台南的 有的东西重复率很高啊 就觉得好像很商业化 找不到很特色的东西 可是照你这个照片来看 值得一去 没有吃过 然后觉得很特别的感觉 那屏东还有什么好玩的 我们这本书要怎么使用的 除了吃以外 你会建议我们大家 拿这本书 一开始要怎么带着去玩 我在这本书里面 当初跟出版社讨论 就是我们制作出一个地图 然后你只要用QR Code一扫 书里的所有的景点 所有的美食 全部都会出现在上面 然后它也是目前屏东 最完整的地图 因为有些Google上面 没有的隐藏版的点 吃的有一些是标不出来 但是我把它全部 做在这个地图里 你自己做了一个地图 我自己做了一个地图 大家可以搜寻 这边有个QR Code 扫描了以后 手机上就会出现 你做了这个地图 然后已经标示好 哪边好吃好玩 你的景点周边 吃的其实都列出来 大家都看得到 就像我们有些 Google地图 它会给你一些 已经预设好的 一些附近好玩的地方 或好吃的东西 那这个是你特别为读者做好的 是 扫描QR Code就带着走这样子 对 100家 100家美食 全部都在这上面 那你这本书 有没有包摩 在书店里面 没有 那大家可能会去扫 这QR Code就走了 会不会 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 有知道怎么玩 对 平东市知道怎么玩 也对了 那一些景点 其实就是以平东火车站 因为平东火车站 现在变新的 对 但是旧火车站的照片 我留在这里面 是 对所以你如果要看旧的照片 可以从我这书里面翻 新的话可以自己带着这本书去看一看 了解 然后火车站周边可以搭配P-bike 租借脚踏车 或者是摩托车 这样子玩 平东市区 那你会觉得我们到平东去玩呢 我们是坐火车去以后呢 在当地我们是骑 就是骑单车就好 还是说要租车 还是说坐交通工具 是怎么样 那你你会建议大家怎么去玩 然后大概花几天时间 花几天 其实如果在屏东市 你真的认真玩两三天是可以的 OK 对那你如果真的可以比较 你时间很多 打算一整天待在屏东 那我就建议骑脚踏车 对P-bike 其实在市区很方便 很多个住戒点 有一些景点 他都直接有设一些站点 OK 骑脚车这样子玩 因为你前面其实有几个章节在讲说 大概在讲 哪里有一些可以玩的地方 就是景点去看的去玩的 那在这里面你会推荐哪一个吗 我推荐如果第一次来 可以认识一下屏东地方的文化 胜利新春 胜利新春的在青岛街 我觉得这一块是 目前屏东市做的 蛮有规模的一个文 快要转变成文创聚落的一个地方 你说这个清创聚落是不是 清创聚落是其中一个点 他的其实胜利新春是很大 对然后他这是其中一个 所以胜利新春里面会有什么点 除了这个清创聚落以后还会有什么 他有很多日式的老屋 日式老屋子 然后里面有结合一些餐饮 就有点像台南的兰赛图文创园区这样 对但是屏东有屏东的特色 因为那是日式的眷村的老房子 所以他也是比如说老房子 然后在新的一种新的建筑 或新的设计上面吗 我们去的话 我们会怎么期待这个地方 他从屏东火车站一直直直走 就可以到 他算是一个很方便的点 然后他其实他的老房子 是很适合外拍 真的很适合打卡 然后重点是很大 吃喝玩乐在这里都可以解决 所以可以整个上半天 基本上如果你想待在这里 没问题 OK你说这个地方叫什么 胜利新春 胜利新春 在第几页有在推荐这个 23页 对我用 因为他现在还在 目前越做越大 他很多房子都还开始在整整修 对所以我把它用了一张小图 现在来代表 但是大家有机会可以到这个地方 好 胜利新春 第一次去的话 对 就以这个为主要的玩的地方 胜利新春去感受一下屏东对不对 如果没有安排太多行程 那这边就可以让你玩上半天 然后我再推荐一个也算是一个社区 叫重栏社区 它在22页 OK 然后重栏社区它也是有 有很多 也两栋老房子 然后你可以结合有些打卡的地景 艺术艺朗 然后有3D的彩绘图 3D的彩绘图 这个就是隐藏版 Google地图上面还没有 但是我做出来了 你可以在这边玩玩看 OK 那你觉得如果说我们坐火车 到火车站以后 这些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我们可以 就租单车可以骑到的呢 屏东市区其实你租单车 都可以 其实它都不远 它屏东市区就是一个 我觉得很像可以当一个旅游圈 或是美食圈 在这边玩一玩 对你知道我这样问就知道 我对那个地方真的很不熟 所以说大家知道的话就觉得 可以去这样安排自己的行程 到了那边去以后 就就骑单车这样去玩 对这边的景点都很方便 可以到就在都在屏东市区里面 太好了 骑车去玩拍照打卡 然后其实刚刚只讲两个地区 一个这个社区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像青创那个地方 对青创跟着 很多很漂亮的一些文创的商店 咖啡厅可以拍照打卡这样子 然后当然这边还有很多其他的 比如说比较传统庙宇 然后还有一些桥墩 然后一些很美的一些博物馆 大家比较会错过 但是我把它写下来 那个什么糖厂的冰店 或者将军之物 这边都有做一些重要 主要景点介绍了 但是我发现真的是80%都放在吃上面 对 你对屏东吃情有独钟 当初设定就是我想要把吃的东西 先让大家认识 因为屏东吃东西分享的数量 也不会比外线市多 那我来帮大家分享出来 后来你就这边有很大篇幅在讲 屏东的饭与面 因为用米香跟面镜开启一日之际 这是因为屏东人 你觉得他的饭跟面真的做得很棒 我觉得三餐其中一餐 多少会吃到饭跟面 所以我帮大家列了一些 可以大家可以吃的点 好那你有没有推荐什么 你觉得真的很有特色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如果肉 大家喜欢吃肉燥饭的话 我们屏东肉燥饭还蛮厉害的 有一间公园肉燥饭 公园肉燥饭 他很像档阿V哥的造型的肉燥饭 你不是说我自己认识是档阿V哥 他是一钟一钟的 但是他其实是肉燥饭 他是米饭 他不是档阿V哥 他的料就在那一钟的下面 然后你要吃的话 他是倒扣进来 就整个塑形在上面的 好好吃的样子 他上面那个肉燥 感觉就是好像入口会激化的 大家会推 然后那个酱汁是串流在米饭里面的 把每一颗米饭都染色那种感觉 那这是瓜仔吗 硬瓜吗 还是什么东西 这个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他都会搭配这一个 对算是 公园肉燥饭 这个肉燥饭真的是 是档阿V哥的造型 然后你要搭配他的排骨酥汤 我自己是 我自己是这样推荐给大家 好喝 对 而且这也40年的老店 40年的老店 评论是什么店是比较年轻 全部都是40年70年 其实老店 老店还有很多 但是我结合了一些不同的 所以没有全部老店都放在这里面 你这边介绍几家肉燥饭 这个廖家公园肉燥饭 鼎翼 还有这家粘季也是很厉害 那个好大一块的那个肉 肥瘦肉有差 粘季它是属于肥肥肉燥居多 嗯 它也是比较像刚刚你推荐的 上面有撒那个肉松的 就是它这个肉 对 有点像那个控肉 然后切丁的 对 它又更肥 它又偏更肥一点 那面类的你会推荐吃什么 面类我推荐一间 我回到屏东之后才真正吃到的 一间阿诚面摊 它在东区 屏东市的东区市场 但是那个地方是 不是每一个人都很常经过 哎 面你介绍很多家 你为什么特别讲到这一家 阿诚面摊 而且你立刻就提出来 为什么 对 因为有投资吗 没有没有没有 好朋友吗 也没有 反而我跟这间店家没有到非常的 因为他们太忙了 哦 我很难真的跟他们好好的聊一聊 只能偶尔简单问一下问题 但是你讲 但是在地必吃面食前三名 我那时候在网路上分享 这一篇很多人会想 就是屏东人都说这间推这间推 为什么你吃以后 为什么这间会这么被推呢 就只是 它是干面 干面麻酱面 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惊艳 你真的来吃过 你真的会觉得哇 这个是可以来吃看 而且他的营业时间是从五点半到半夜 也是一个宵夜场 有时候就是这种最单纯的东西 做的好吃的 就会一传十四传百 我想 现在如果是有屏东听众在听的话 会觉得对这本书就更有期待 因为他讲到当地人最爱 阿诚面摊 如果要去屏东玩 就一定要去必吃 然后在那边打个卡 大家才知道你是熟门熟路的 可能要这个 这间可能要等一段 一小段时间 如果你在用餐尖锋时刻来 可能需要等一下 好 那80%介绍是屏东的这个美食 大家回来呢 最后一点时间我请那个 这个 我们的作者呢 告诉我们有没有什么甜食 是屏东好吃或是好喝的 马上回来 FM03中广流行王蒋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请到了凯南推荐我们平时三餐 然后最后一段我们要讲的是甜食 好 那因为大家去吃除了那个咸食 像米啊 饭啊 还有刚刚夜市好吃东西以外呢 如果是情侣去 或是有带小朋友的人就想吃甜食 屏东的甜食的风貌是如何 甜食我们屏东的甜食很多 然后有那个豆花 豆花就是我觉得蛮推荐 因为可以两个 如果情侣的话两个一起吃 家人可以一起吃 豆花我是很推荐的一个 而且在现在屏东 其实算天气算热 四季其实都很适合吃这种甜食啊 冰品类的东西 OK 对 那我可以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 如果第一次来的话 我会我会怎么建议大家去吃 好 我觉得这间猪妈妈冰店 猪妈妈冰店80月 他这间我是觉得他的创冰很很很推荐 而且他是那种料很多的 料很多 所以他是自助是你可以选你要什么料的 对他在商圈 这间在商圈 所以他的交通蛮方便的 这间所以这间大家可以来吃看看 然后你的就是一个中和创冰 然后的冰堆的很高啊 就是你真的是吃的很满足 因为这种的冰店呢 因为他的那个料很多嘛 他没他都要就是有就怕说有的这种 可能他是买现成的 可是他这个看起来好像都自己煮 自己煮 因为每一样都很特别的 自己的配料 对 这种就让人家会流连忘返这样子 而且你在屏东市如果玩到 我觉得天这种天气 你玩一玩应该真的是需要吃些冰消暑一下 松棉口感的大块芋头 偏Q弹的汤圆 咕溜咕溜的粉条 还有每天费时熬煮的豆类 比如大红豆啊 绿豆啊 然后这种艺人啊 饱满不软烂 再加上又厚又高的刹冰 现在天气冷你还会想吃这个 我在屏东其实是可以 我真的冬天还是会点冰 因为屏东其实天气很好 对就是你 大家说很冷的时候 屏东算是温暖 嗯对 像我刚才问他叫广告的时候 那个凯南跟我讲说 北部好冷哦 对你昨天上来觉得怎么这么冷啊 穿的衣服跟北部人 可能都有一些落差 对呀 听说你在屏东只穿一个T恤就爬爬照 对对 所以你今天来还穿一个蛮薄的夹克 海鲜后外套 没没料到 北部真的很冷 真的 好了 真的让我们改观到屏东去玩 原来屏东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从夜市开始 从面跟饭跟甜食 看你照片就非常疗愈了 我觉得下一个计划 我要去屏东了 平时三餐 谢谢我们的凯南 谢谢主持人 讲公厨房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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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